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部队只包不住火 一直到今年2月才将全案移送澎湖献兵队 所以这个军纪是一个国家战力的最基础的一个核心 你军纪没办法维持 你怎么打仗 那请问我们国防部对于军纪的维持 是不是就像你今天的国防部的这个报告 业务报告书这样子聊聊术语就能够解决的 委员讲的是这个是实情 我们也深刻的在检讨 这些个案对国军的军预是有伤的 可是我们的报告里面讲的是我们整体的102年 103年跟102年两个的比较 它是有降低的 整体来讲数据是降低的 可是这些个案只要出来一个两个 对国军的整个的形象 或对国军的整个都是有伤的 以前我住在新竹 跟空军基地很接近 那边很多很多的这个空军的这个眷村 那个时候我们就听说有盗游的事情 我还小学 可是今天我已经快要退休了 我还是听到盗游 这个事情啊 如果国军在这方面不能严加整治的话 那对于国军的 不管是社会的形象也好 真正作战的实力 这个战力也好 都会有影响 所以本席啊 期待我们政战局啊 带领着所有的这些相关的人等啊 可不可以对于军纪的教育 举光日啊 至少军纪教育要强化 平常的机制要建立 可不可以做一个承诺 跟委员报告 这次你讲的盗游啊 跟委员报告 他这次啊 他的形态是改变 他不是从我们的军队里面 把油拿出来卖 是船上的废油 底油我知道 底油 他抽出来的时候 可能又要再把它提炼出来一些 真正还可以用的油 按道理讲 应该有个程序要缴回 而这个程序 他们没有做得很落实 造成的这些油流出去 这是我们要检讨的 对我希望是 这个是整个国军 从基层开始到高层 随时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警惕性 要能够知道这个状况 我相信海军应该非常清楚 那清楚的时候 就应该要好好的去处理 同样的道理 你今天非止步 那是国家最先进的防卫单位 防御单位 那你结果 你看到这样剧毒的行为 你不觉得真的是汗颜 请问这些军事官兵们 他们是志愿意 还是义务意 志愿意吗 全部志愿意 混的 应该都有 我在飞直播看 他有志愿意的 也有义务意的 你看看 志愿意的把义务意带坏 而志愿意 更是让我们感到寒心 我们负了这么高的薪资 结果还这样子的军警 所以我让我们觉得 这个是政府 我们的国防部 真的是应该好好的强化 是的 下面一个问题 保密防碟 我们早就知道是人人有责 我拿过去两年的资料来看的话 有军情区的退育军官 在2013年 439连队少校战兹官 还有国军士兵官兵 我们不晓得的问号 只是根据 把国军的军事部署的状况泄密 2014年 炮子部 飞弹炮校教官 退役少将旅长 还有空军的退役飞官等 当然最近新闻出来是不起诉 都被一个郑小江集团 给吸收 这个又涉及到另外一个 这第一个 他们有是现役的 也有退役的 请问 国军对于现役跟退役的 保密防碟这样子的一个教育 或者是怎么样来防范 有没有具体的作为 特别 这边有特别跟退役有关 很多很多是退役的 他又回到过去 把这些旧的这些军中的袍责 和辽署来作与连结 怎么样防范 各位委员报告 我们是有的 我请王局长给您详实的报告一下 委员好 国军目前在保密宿叠这个方面 已经开始朝向全方位进行 不只是单位的官兵 雇员 对我们的退伍军人 社会的大众 我们都列为一个重点 它的重点在于预防 贺阻 还有惩治 这三方面 在我们内部国军方面 我们当然不断地加强教育跟宣导 利用我们的举光日 各式的文宣 内部的政教 对于我们退伍的人员来说 离营前 我们一定跟他们做一个离营的宣教 同时我们最近 已经把这个保密防碟的观念 透过后备军人 后备指挥部的力量 到了地方的后备组织的中心去 一起加强大家的重视 最重要的一点 这两年来我们有一个突破 我们在MOD 就是第2526台 我们把很多保密防碟的单元剧 很多的观念 透过这个高画质的频道 让全民能够了解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一个 整体的 包括内外 资本跟治标的方式 一并来做 谢谢 但是对于退育军官 特别是 对退育的重要职务的军官 本心认为可以考量 是不是离职以后 还要列管 所谓列管本身 当然它到大陆去等等 是有受到限制的 这个是按照现在的规定就有 在另外一方面 是不是必要的 不管是宣导也好 策谎也好 应该有一些机制的安排 让这些位置 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敏感的 这些军事官民们 他们能够了解到 保密防碟应有的工作 是 这个部分我们也在做 好 谢谢 那我们再请请到部长 第三个问题 有一个叫做 国防工业发展基金会 不知道部长了不了解 知道 知道 这个本席感慨 非常感同身受 因为民国67年 中美断交 废止共同防御条約的时候 本席正在担任 义务役的少卫军官 第一次全国的军事演习 也在我那个时候 发生了 那个时候民众发起了 一个自强爱国的 救国的一个捐训运动 以民国67年那个时间 我们就捐了47亿500万 47亿500万 我们希望能够采购 现代化的武器 然后呢 68年设置了 财团法人国防发展 工业发展的基金会 然后政府呢 那个时候也配合了拨款 我们有战机的自强中队 我们有飞弹快艇的自强中队 我们有战甲车的自强中队 一副啊 我们自己保卫自己的 这样子的决心 透过了这样子的 一个基金会的发展呢 展现出来 全国人民啊 共同的这个什么样 就是敌忾同仇 后来呢 到了80年7月呢 停泊预算 我不太了解当时的 思维模式是什么 然后呢 国防部资源市来兼办 结果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活动啊 你看看他做什么活动 当然他希望 因为没有资金的来源了 他希望资金自己自租 所以他就办理投资 贷款 补助奖助 等等这些活动 去年重点工作 优惠贷款 委托研究计划 国防工业奖学金 另外呢 就是想办法 那个有限的资金啊 做一些投资啊 能够增加收入 他变成一个 自给自足的一个小单位 我们再看 他的发展基金会 今年呢 大概有1亿 040万加一个零头 这样的一个中长 中短期的研究计划的委托案 这里面看起来 只有一个 前进国造的设计 作业评估研究计划 在本席看来 对于国家的先进武器的发展 是有非常积极的帮助的 其他的看起来 并不是太有这个 很突破性的作为 跟刚刚讲的 在民国67年 我们要做战机 对不对 自强的 那个时候的F5的战机 那个是完全不可比拟 今天只有一个前进国造 看起来 这个部分是 我们自己自足的 我们再看下面 奖学金 我不晓得干什么东西 给这个也奖学金 但是鼓励他们 做国防工业的发展 这个固然很好 但是变成了 他的重点工作 我们再看看下面 这个单位 一年的收入 7700万 支出3000万 剩余4700万 期末现金 现在有的现金 约档现金47亿 基金的总金额 净值74亿 我想请教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基金 对于国家的 所有重要军品 战略性或者重要战略性的 军事武器的发展 可不可以去做一些 重新的思维 这个思维本身 强调先进的计划 整合的计划 而不是沦落成给奖学金 不是沦落成一年 把这个计划分解成 搞只有一亿多 每一个计划 1000万2000万 国家需要 潜质性的作业 这是人民要求的 民国67年 人民就要求了 今天我们看到国防部 透过了 所谓国防科技发展推行会 这是一个 我们叫做一个什么 这个叫做Ad Hoc Committee 就是一个 只是一个 把一些不同部会 整合起来去做 大家讨论 怎么样在现有的 国家预算里面 去做安排 民国67年 我们就已经有 这样先进的想法 部长 可不可以思考一下 如何去让我们的 国防工业发展经济会 重新予以定位 对国家先进的 具有整合性的 战略性武器发展 做出最积极的贡献 部长 委员 谢谢委员 知道 这个其实 这个国防工业发展基金 就是为了 来强化我们国防 这个工业的发展 所以委员刚刚给的建议 我们回去会 看看怎么积极一点 把一些比较 关键性的技术 其实在之前 我们也跟中科院 跟很多学者专家 都探讨 这个基金的运用 那委员刚刚给我们的指导 我们回去再做一些 他可以做pilot 先进的 整合的 国家战略 重大战略武器的 系统的发展 是的 好不好 是的 我们细节底会再说 但是这个概念 希望国防部能够接受 是的 谢谢 谢谢 谢谢李同 多谢